主力筹码在哪里,标股就在哪里 独家AI筹码运算APP,全市场第一个涨标股神器 当冲短线波段涨幅一次轻松拥有 明确进出讯号带来千万绩效收益 用最短速度赚到翻倍资金 当天现转涨停板也没问题 点进当冲最爱,自动找出20档出量喷发股 开盘涨4%跟上满进,盘中锁涨停 筹码大师APP全新改版上线 热赚标股,解锁财富人生 选择筹码强势股超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中心 老师,昨天的稻穷表现不错,大涨 把前一天跌了366点全部涨回去 把前一天的黑黑棒全部吃回去了 只是昨天稻穷涨 那昨天的费半的反而跌 费半是前一天最强的费半 那昨天费半回档,可是老师费半回档也没有很惨 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破底啊 那其实就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我在节目里面一直说的 其实比较担心的是什么,担心没有量 涨也无量,跌也无量 那最后什么,杀低取量 今天早盘也没量,估计1900亿 最后收盘变了2600亿 看能不能再多一点啊 也就是说,害怕的人砍掉了 觉得够低的进场才会出量 量才会出来嘛 如果量一直不出来 卖也没有要卖 买也没有人想买 量一直缩 今天有量其实是好事 只是老师今天这个有量会不会是起跌点 因为今天16000的保卫战 16000保卫战我记得上个礼拜就已经跟各位分享过了 那16000今天真的来16000盘中还跌破了 收盘勉强占上跌了140几点 最低的170几点 成交量2600多亿 老师这盘到底该怎么看 其实我一直说大盘就是弱势整理格局 现在就是在区间整理的下源 而今天下源看起来16000是岌岌可危 重点其实还是各位 你手上的股票比较重要 因为大盘跌的时候有没有股票涨 有 大盘涨的时候有没有股票跌 还是有 所以重点其实都在选股 那选股该怎么选呢 那如果大盘这个一万年守不住的话 全资股当然会首当其冲 所以你看 昨天晚上大事后来提到 美股良样勤对不对 那道琼是长虹吞噬哦 可是费半却跌破回挡了低点 那成交浪尾说全资股必受压抑 这是最近以来我一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 所以那选择中小贤的股票 买强不买弱买小不买大 老师今天小的股票也是挂 都挂都跌下来了 那到底该操作该怎么做 那我待会我举例子 因为我记得我昨天不是说吗 强失股的拉回不晓得怎么买 用我们APP盘中那条线黄色线有没有 黄色线我昨天不说要去买那个什么 2465立台吗 立台很强拉回来不晓得怎么买 但昨天跌跌跌跌跌 尾盘大概一点钟左右站上了 我说那个地方是小坡断的买点 那如果你按照几率做的话 老师今天立台好像也掉下来了 那小坡断的买点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今天会比较清楚 会举比较多的例子跟各位说 为什么我要开发这套APP 因为这样说吧 大家操作都没纪律 最简单就是这样讲 所以赚钱大概都小赚跑掉 对不对很少大赚的 但是赔钱几乎都大赔 小赔小赔不甘愿 最后大赔是动不掉了 所以常常会在这个地方整理的时候 小赔不舍得出最后爆利空 国际股市回党假设 回党低党爆大量 利空来受不了了 大利空万一战事扩大 中东战事开始跌了 油价狂喷 这个什么 通文又开始了 糟糕了 国际股市回党啪砍了 可能就V转 所以到底该怎么去抓到低党的转折 什么时候该做停损停利的动作 今天我会利用时间利用我们的APP 我今天会清楚的跟各位分享 所以即使各位是非会员 其他会员你要更清楚的看 那如果非会员 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这套APP的优势 来各位看一下 其实昨天的美股倒下很强 对不对 NASDAQ也不错 就废半比较弱 开盘就在平盘以下 因为前一天就废半在涨 昨天晚上的废半跌 其实没有跌很多 可是美元指数今天还往上 新台币早盘本来是 因为美国道琼涨 新台币开盘往下是升值 升值之后迅速拉到平盘以上 变成贬值 这个就比较头痛 美元指数还在往上 表示美元还在升 都往上 可是新台币往上是贬值 美元指数往上升值 这一点 道琼昨天你看 这个藏红黑 照技术平台看是很厉害的 本来是一根破底的藏黑 昨天一根藏红把前一天的高点都突破了 照理说 这根 前一天黑黑棒的高点 应该是未来的重要支撑 因为本来是低点 对不对 本来这个低点然后呢 前天藏黑跌破 昨天藏红突破这个位置 算是颈限了 那就今天看看 那未来几天 道琼这个位置守不守得住 大概在红帮的一半附近 S&P500其实也过了前一天的高点 对不对 纳斯达克也过前一天高点 三个指数都过了 就废半直接跳弓往下 废半本来是先见低点 勾起来 结果昨天废半反而 变成落后 反而变成什么 反而变成领先破低点 又跌破低点 废半跌破这个之前的低点 算是创下回档的低点 不过 废半的技术指标还是背离的 就看这一两天 废半这两天有没有机会出现反弹 来日经 日经今天还算不错 对不对 来南韩就比较麻烦了 今天南韩 长黑 开高走低创新低 跟我们一样 南韩今天也创新低了 南韩这段走得比我们弱 这段跌得很快 这段跌得很快 那美元指数呢 昨天其实有回档 我本来还蛮开心 昨天晚上 因为道琼涨 对不对 道琼涨了500多点 道琼涨那美元指数回 这个地方回 我蛮开心 如果今天再回 KD最准备要死亡交叉 这个 MACD柱状体 负向就扩大 那就太好了 结果他昨天晚上跌了一下 回档一下 今天又上来 所以未来 重要的观察重点 一定是在美元指数和新台币的汇率 那新台币的汇率早盘开盘往下 升值 结果盘中 因为台股表现不理想 所以 盘中又 由升转扁 回到平盘以上 所以 新台币 还没有改变趋势 这个盘整的位置 而且是往上盘整 往上盘整是扁值 那美元指数呢 在区间正常整理 还没有确定这个地方 最好来死亡交叉 KD最好跌破这个低点 就比较确定 因为KD比较高 这里比较高 对不对 这一次如果KD跌破 他这个KD值要比这里更低 他盘整趋势才 转为往下的趋势 所以未来 观察的重点在美元指数 和新台币 那我们看一下 加权指数 哇 老师破底点 对今天最低来到15975 勉强售在16001点 1600 16001.27 1.27点 刚好勉强过1万6 看起来 政府有 力手1万6 但是 但是就像我 上礼拜 在直播跟大家分享 因为上礼拜直播的时候 刚好在这里 刚好在这里 这个地方 这里 上礼拜这里 好像 政府互盘拉收脚 我说低档 不是政府互盘互来的 一定是要利空测试来的 那现在呢 没有什么重大利空之下台股 破底 那要等什么 等道琼哪一天 或美股 哪一天重做拉回 台北股是带量收长下引线 爆大量 那这个时候才是利空止跌的现象 现在还没有 现在就是 大跌小谈 大跌小谈 亮缩亮缩 对 长黑小谈两天 长黑小谈两天 长黑谈两天 又长黑 现在盘市就是这样 真是难做 但重点 我说 个股很重要 当然你要趋吉避凶 老师要趋吉避凶要怎么做 我待会会好好的跟各位分享 哈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记得锁定筹码大师 那加分指数因为创了新低 这里比这个季线 越差越远 所以季线会不会翻阳 就不会 不是跟各位说过吗 现在的收盘要大于60 天前的收盘 季线才会翻阳 如果现在收盘距离 这个60天前越来越远 那他的季线下跌的角度会越来越抖 这是 必须要跟大家分享 那电子类股呢 差距没有像加权指数那么远 所以 电子类股的季线 比较没那么斜 对不对 加权的季线比较斜 好再来 OTC的季线比较平 为什么 因为OTC的收盘跟 之前的低点 跟之前的收盘差没有很远 再过几天 到了下礼拜 他如果扣底低挡区 因为OTC是还没破底的 你看 电子类股是比这里低了 集中市场是不是比这里低了 比这里是8月中 比8月中低了 电子类股也比较低 OTC有没有 除非OTC跌破这里 三大指数都同样 现在OTC并没有跌破这个低点 只要未来守住这个低点 率先翻阳会是OTC类股 这样懂得没有 会是OTC族群 也就是中小型肋股 因为 他并没有创新低 只要等下个礼拜 指数扣底这个低挡区这里 有大概两个礼拜 十几天 只要指数 守在这里附近 那季线就会翻阳 一个多礼拜之后 所以 持续的观察 OTC未来的走势 当然我希望他不要再破底 因为 破底 破底 这样说吧 现在的 要跟60天前比对不对 那季线才会翻阳 那如果一直有低点 季线不是一直都 无法翻阳吗 这是 未来各位要观察一个重点 所以要成为赢家很简单 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 遵守纪律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te AT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那怎么样看到大世界话呢 很简单 加入筹码大世界的Lite AT 然后点击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会看到我PO的K线图 我们的大世界话 筹码表格 还有每天的节目 最近好多好朋友都在问 老师你这个 复杂的事情 简单化 到底怎么做到的 就像我昨天在节目里跟各位分享那条均线 那条均线是 经过我们电脑测试过的 所有的大数据之后 抓出来 怎么说 准确率最高的条件 就是昨天各位看到那条黄色线 怎么做到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请电脑帮忙 因为电脑就是 汇整资料和快速运算它最强大 人哪有办法 用电脑做回归 把之前的资料 全部抓出来 计算一遍之后 找出 成功几率最高的一条参数 来 所以 你看昨天不是举例吗 对不对 我们这个 教学贷里面有 因为教学贷昨天才 跟会员说 你现在点我们的手机APP这里 首页变了嘛 这个地方点上 点进去 你就不用回到我们的公司的网站 去看教学贷 我录了几个教学贷 你在这里手机点进去就可以看得到了 这是我昨天的节目嘛 昨天节目是不是说 这个它是哪 26 利台嘛 利台 跌跌跌 强迫 是不是沿着这条黄色线跌 白色线是加式系统 大家都有的一条线 很多券商也都有 但是因为这白色系统你看白色线 好像不是很平缓 好像很平缓 股价震来震去它不太会动 所以买卖点不太好抓 你看 昨天这里 我昨天在节目里不是说吗 利台 跌跌跌到 可以买 这里可以买了 因为他终于站上 白黄色线 黄色线是我们系统 这个手机APP 独有的一条线 全市场只有 我们的超盘系统 只有筹码大师的APP 有这么一条线 因为 全市场都在看白色线 当然我必须把白色线提供出来 券商系统也都有 但是因为大家都在看 每一个当充客都在看他就一定准吗 越多人看就越不准 就像大家都在用KT指标 你会发现 KT指标没多准 因为太多人都在用 为什么我们这条线会准 因为全市场只有我在用 只有致富APP有这么一条线 而且这条线 是在盘中及时 你就看得到 你不用切换到 什么 五分线 三分线 几分线去看 你直接 在盘中及时 就可以看得到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昨天立台 对不对 昨天嘛 跌跌跌 是不是赢了这条线跌 黄色线 这里是不是站上了 我昨天是不是这里买 从这里买到昨天收盘 赚一块钱 老师也算不多 不过今天盘很烂 立台也上去了 那该怎么时候走呢 重点来了 来 各位看一下 这立台的早盘 这是黄色线 对不对 这是白色线 白色线 大家系统都有 好 黄色线会动 看白色线不太会动 有没有 早盘守住 上去 这里呢 你就要开始警觉了 来到黄色线附近了 他到底要破呢 还是会守住呢 来我们再看一下 破了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要闪 是不是要闪 不闪 哇 他是不是刚好沿了反后这下跌 你看 白色线 有跌啦 跌好慢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 你券商给你这条所谓盘中的均价线 好像 没有黄色线这么厉害 对不对 这条线 对 他有跌 可是好慢 如果看黄色线 至少你知道 这个好像应该是卖点 他谈到 这条黄色线 变成压力嘛 是不是 他黄色线比较会动 白色线没什么叮当 有没有发现 好 厉害 我今天再举几个例子 举几个盘中 最近比较热门的股票 例如说 昨天 银广 我记得上个礼拜就 今天是礼拜二 上礼拜 在直播的时候说 这里有人问银广 问完银广之后 隔天礼拜五银广涨停 当时我在直播的时候 跟这位投资朋友分享 我说你敢买银广 我真的不敢买 因为我们系统 这边做出现做工薰王的屏章 我不敢买 但是我跟他建议 因为 即使银广创新高 他指标 一定是背离 KD指标一定背离 所以逢高 即使创新高也要正在卖方 那银广该怎么卖 你看 昨天银广是不是出现做工薰号 今天银广要跌停 我昨天在节目里面说 这是昨天银广 这昨天银广 这今天的银广 你看 昨天的银广 破白色线之后 这里是黄色线 黄色线是小波段的线 白色线是当充线 有 你看股价从这里 涨半支撒到跌停 这白色线跌的有没有慢 真是有够慢 对不对 你看 黄色线有没有去参考性 就一路 沿着这里一路下来 你看今天的银广又来了 黄色线一破之后 连续两天跌停 如果你有 我们这个指标 这个盘中的即时救命指标 黄色线 全市场只有筹码大师APP有 这条线 这条线是 经过 所有个股的参数跑出来的 最准确的一条 短线 短波段的均线 那 全市场 只有我们把均线做在盘中即时系统 你不用切回去看 10分线 还是5分线 还是3分线 到几分线 你不用 你就直接看这就好 你就直接看这里 所以 如果你破这个黄色线 短波段就要闪了啦 日线看起来OK 对不对 可是你看日线 昨天银广就已经做空了 今天银广这里要闪人 闪人 是不是来 升权 昨天不是很强吗 这两天 全市场媒体 各大老师都在说升权 好来 早盘开很高 对不对 这里好像还很厉害 这里要不要走 要不要走 这里是要走的 因为它是斜的 是不是 好升权 这是升权 今天找盘在这里 所以 黄色线有没有看到 你看 这里跌了一段 这白色线还跌一点点 黄色线是跟着跑的 是不是 来 升科 找盘 这里真的要闪了 你这里不闪喔 弹起来这都压力区喔 所以你看白色线的话 你知不知道这里有压力 不知道嘛 你说白色线还没来啊 可是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 是不是 黄色线有没有参考价值 白色线插到那么远 白色线你不晓得怎么做 因为你第一个卖点 错过之后 后面你不晓得怎么办 对不对 你再看你券商的系统 那条 盘中均线 你会不会有这个困扰 这里错过卖点之后 后面不晓得怎么办 对不对 那你如果你有黄色线 他是不是 刚好接近的时候都可以卖一下 你可以找到反弹起来的卖点 不是吗 对不对 站在里举例 文贸 昨天 涨停板都买不到 昨天外资还大买 昨天还跟助理说 昨天开盘就一个价钱 外资怎么买到1000多张 还不知道怎么买 开盘 市挂涨停买就对 好 今天很强 你要做短线 这里是 有没有 这是当充的线 我们是小破断看黄色线 是不是 好 你看 有没有 这里是不是要卖 破啦 白色线没破 但是黄色线先破了 是不是 你看黄色线 他到黄色线是过不去 所以黄色线比较有用 还是白色线比较有用 你发现白色线不会动 是不是 他变成要撇一的 那黄色线会动 所以稳帽这里破线可以卖到这里 对不对 所以 你在市场上 除了你波段要掌握在 短线上 如果你能掌握到短线的震荡 其实 也是蛮有趣的 如果你有盯盘的投资朋友 你在盘中你可以看盘 当然 要把我们APP带回去 因为 你要做短线 你没有这个短波段 一两天的小波段 你一定要这条黄色线 真的 你看 你稳帽即使这里做到 你这里要走啊 最高点在哪里不知道 但是这里就该走了 大概还有5%吧 来 所以你看 今天就有会员在问 老师 这六天的外投本比 第一名的陈美财 这六天是跌的 可不可以买 好 假设你要吃法安豆腐 对不对 外资 外资 这六天买了6%呢 买了6% 股价又回挡 不是该吃豆腐吗 陈美财不是第一名吗 对不对 洪宝第二名 好 那陈美财假设 你想要去买陈美财 因为昨天陈美财拉回 外资还大买 外资大买 这两天拉回 外资都买爆了 好 重点来了 哇老师今天变成这样 陈美财今天 竟然出现做空虚 外资是外资筹码 外资买爆了 哇这一根跌下来 外资全部套牢 外资被大户出货 重点来了 假设你今天买到陈美财了 你这里要不要走 对不对 破了 对不对 你看 白色线 黄色线 哪一条比较接近事实 哪一条比较具参考性 全市场 只有我们有这条线 黄色线 短破断的 救命 救命均线 所以你要做短破断 屈极必凶就靠这条线 只有我们有 对不对 你破了 是要走人 所以假设你真的 本来要吃豆腐 你买了 发现 黄色线破了 至少你平盘这里闪一闪吧 买错了 大概赔一毛 两毛 好吧 你就不会一路跟得下来了 跟得下来 周很低呢 收盘变成这样 应该长黑了 外资套 你知不知道外资今天到底买还卖 不知道嘛 所以 盘中 你就这样做 就那么简单 像这连结 昨天涨平板呢 不是吗 哇 找盘一开就太低了 你这里要不要走 这里要不要走 银帮你这里要不要走 皮里啪收很惨 都一路掉下来 是不是 所以这条线我们用 有没有这里可以跑 有没有这里可以跑 白色线看不太出来 不是吗 所以 为什么 你们一定要有这套APP 因为 有一条 这条是什么 哇真的 全市场 独一无二 赢加了短线超盘线 真的很厉害 所以你看连结 哇 昨天涨停 今天竟然做 做工讯号 所以怎么办 如果 真的做错了 这里就可以走人了 走不了 这里还是可以走啊 银帮也是啊 银帮破断 银帮早就大空头了 银帮 8月份 单月不赚超过4块钱吗 有去吗 没去啊 所以 跟着讯号做 破断就跟着这样做 短破断 跟着那条黄色线 全市场只有我们有 所以这个 这是 全市场最强的武器装备 你还要赤手空拳吗 你还是自己做吗 凭自己感觉吗 你有一个参考依据 不是很棒吗 错了你知道怎么走啊 对了你也知道怎么报啊 这样才是赢家的方法 你看他们高际 今天高际 又很厉害了 高际真的我们超级厉害 买了90块对不对来 出来哪里 出来117 117那天 因为114的隔天我们出了 出完隔天跌停板 我们又买回来了 对不对 我们出来这里 隔天板 隔天 这里买回来 买回来整理了几天 这里创新高乐 当天涨停板之前我就卖了 我说我115.5 他不是116卖掉了 涨停板 我也没说我有 我卖掉了 运气不错 10月25号 隔天跌下来 我又买回来了 对不对 26号我就买回来了 这里买回来 27号再混 来 30号 今天来 今天早盘这里是118.5 真的 9点01分 117 卖的时候 会员大概可以卖到 因为往上拉 发完0.1分钟 发完抠讯 这是9点02分 拍下来的 所以 发出抠讯之后 会员拿到大概可以卖到 118.5到119 有没有 卖完 会员这里充锋卖掉 全部掉下来 又拍手 又拍手 今天创新高卖了 今天最高119.5 会员大概可以卖到119 左右 18.5 119 是不是 这个操作 如果我有做价差的机会 一定带着各位做 团队全力的资源 胜过个人的 单打独斗 你还要自己做吗 你还要 吃手空拳吗 我们是不是全部团队 全力资源各位 对不对 所以这些你看 量价筹码打分数的股票 志勤我们来看 这些升级股 现在时间不多 今天讲的故事 来 416号志勤 还在呀 对不对 6492 升华科 今天长红 所以是不是 有没有 今天长红带亮 看起来高点要过啦 是不是 4743合一 就没有影响 多多走势啊 所以 你要找的是什么 这两天我一直在跟各位说 强调升级股 是不是强调升级股 对呀 就跟这些序话做 智勤啦 对不对 智勤两根了嘛 智勤 然后呢 来 升华科 对不对 这都是在节目里面分享 合一 刚看到了 所以就很简单 照做 一点都不复杂 要成为赢家 你一定要有方法 没有方法 你就想办法 像我们高级红宝 来红宝 红宝在不在 红宝 也没平常续望 红宝 红宝 冲上去之后 这两天拉回 那今天 今天其实红宝也还OK啦 各位看一下 6143正要了 也没事啊 对不对 所以大盘红宝 个股差异大不大 大 升级类股 个人认为 当大盘正常整理 量缩之后 它一定是主流 所以升级类股你还是要留意 这两天如果有拉回 升级类股你还是可以留意 那如果已经转空了或者出现做空虚妄的电子类股 避开 不要想他之前高涨拉回来 高涨拉回 你要买这强主的拉回 等那个什么 等那个黄色线站上 你等黄色线站上 跌升再来买 机会更大 机会更大 所以要成为赢家 就像我说 你一定要找方法 不管红宝不反正要就续报 我是不是把最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 把一个你短波段每天看盘 最重要的那条线 已经帮各位规划出来了 就是那条 黄色线 算是生命线 就是你要做短线的生命线 照做就对了 那这档汪汪保了 这两天冲上去 其实今天拉回 我们看汪汪保吧 今天时间真的不多 2816 拒报吧 没有平昌讯 所以成为赢家 你一定要想办法 没有办法 想办法 真的不用羡慕 你也可以做到 来 怎样克服人性的弱点 买对抱不住 买错舍不得 对不对 买对抱住 买错舍得 你就会是市场 最大的赢家 你看我们今天的高纪 真的出了超开心 9点01分扣了 会员大概9点02分 大概迈到这里吧 然后呢 你看 银广 你知道避开 银广 昨天的银广 今天的银广 是不是在昨天节目你们第一时间分享 你就跟着怎么做 这条黄色线 这条黄色线就是短线的生命线 懂意思没有 全市场只有我们自负营销操盘系统 只有我们手机APP有 只有手机APP有 就这条线 老师这是什么算 生命线 短线的生命线 我测试的所有股票的所有 历史参数 找出来成功几率最高的一条线 对不对 比那个白色线有用吧 他至少会动 白色线 不太会动 对不对 你看升权 是不是 你看这个升科 是不是 白色线有没有用 因为 黄色线有没有用 因为白色线你错过 第一个卖点之后 后面你不知道怎么做了 你不会动作了 黄色线 才是最贴近事实的一条线 所以 最强的武器装备 各位你不再是赤手空拳 跟着我们 轻松快乐选标股 尤其是 你如果每天在盘中想要做短线 你有那条线 真的是如虎添翼 帮各位趋吉避凶来 所以各位你在天天看盘的投资本 你的选择只有 筹码大师的APP 带着就对了 波段有波段的虚化 短线有短线 那条黄色的生命线 帮着各位趋吉避凶 那如果是上班族 你退休族不能盯盘的呢 很简单 盘中及时 讯息带到 好股票 震荡出现好的买点 第一时间带各位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支付专线 成为支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你想跟上最专业的效率操作吗 记得订阅我的LINE YP和TG 这样才不会错过 筹码大师 最贴盘的资讯 明天见 明天见